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就是去讲我这一年来的所有东西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多谢所有 虽然不是多 多谢所有会在我影片留言和给like的每一位观众 你们的like和留言其实是令我这一年来很坚持去做影片的动力 因为其实有些人经常跟我说 你做这些其实做这么多东西你就算了不要做了 但我有时候觉得有些事情就是既然开了个头 你先尽力了 最小的就是告诉自己听你尽力 你回望自己你都会觉得有得着的 每一件事情就是做任何的事 第二件事就是大家可以看我这幅图 Card of the Year 其实这一幅图里面每一辆车 都是我在影片可能例如IG 和影片里面有出现过的 亦都是很想去和大家每一步去做分享 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情就是 我做测试的时候未必是做到 可能间不中突然之间测试到 出到那个 不是叫产品 出到那个改装品 其实我又没有特意去拍的 但是未来希望明年我尽量去记录我自己所有 我有做过的影片 是的 以及未来明年希望可以做一件事就是 邀请更加多改装师 包围制作的师傅 例如好像爆人 爆人以外 其实爆人真的很忙 是的 一些不同的人的心路历程 去令大家去了解 其实车仔界是到底发生的一门 一门什么的事情 以及令我自己也可以在制作上更加精密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这一年我回望过去 其实我自己的很多不足够的位置 是可以在明年去强化的 希望可以去努力 以及改装包围这件事 或者一些细节的强化 我是需要去努力去克服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铁东西 铁一些门 头琴 这些其实是我还未学得懂的东西 就是 你说我这一年其实不是说没有去学 但是 未是可以出街见到人的画面 那 我也不想因为我的影片而去误人子弟 尽量想做好一些影片 再分享给你们 每一位 有给like 有给留言 有看影片的所有人 是的 那 大致是这样 做影片是很难的 也有很多朋友叫我不要做的 就是 何必这么辛苦呢 但是有时候有些东西 真的没办法 可能我执着 是的 但是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 大致就是这样 那 未来 都陆续有些不同的开箱 以及有些改装 那 今年都2022年了 那之后就新年快乐了 那 2023年 今天 不知道明天的事 但是 是一个 那么 无法理解的一个地方 而你要去理解呢 是难的 但是 好好地活着呢 就已经是一件好事了 保重好自己 保持头脑自己清晰的思考 和想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的 大致就是这样 那么 下集见啦 新年快乐 各位 拜拜